今天我们看到这套房子呢是一套样板间 这套样板间是一个半定制和定制样板间 它门口是这样子的 然后车库是在两侧的 这边有两个车库 然后这边也有两个车库 这个房子呢是一个Darling Home 这样板间 Darling Home就是Taylor Morrison的一个高端 现在是有修讼的房式蛮好的 所以一进门是这样子 所以看房子特别多 现在在这边做半定制的房子的人也蛮多的 你看它一进来是这样的双向楼梯 我先带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 然后这边还有 我们先来右手边看一下 右手边这里呢就是一个书房 然后书房的玻璃是这样子的 然后再往底边走的 左手边是一个客尾 客人用的洗手间 然后再往里走 这边是洗衣房 看那洗衣房的调高 西方调高都是15尺的 然后再往这边走 其实这是一个门 这是车库 但是现在才做成办公室了 然后我们现在再去 宜记门的左手边这边看 主餐厅 主餐厅再过来那边就是这个厨房 待会我们过去看 然后先往这边走 看这有一个套房 一楼的套间 带着独立的洗手间 房子真的是就像衣服一样 永远有更好的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这儿其实也是一个门 然后这边是车库 好 看完两边了 我们现在要正式进漂亮的客厅 回来 它的漂亮双旋楼梯 这个双旋楼梯的特点 是不太占用空间 它不像Towbrother的 有些双旋楼梯 特别占用空间 然后这边是它的大厨房 然后这个厨房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它有两个中导台 这有一个 那边一个 但是有一个主要的功能区域 主要是在这边的中导台 包括洗碗机 然后这个水槽之类的 镶嵌水冰箱 这些全都是加装 然后六头的大的炉灶也是加装 然后这边 别有冬天的中式厨房 这个中式厨房稍微小一点 可是它外面的空间很大 所以只要炒菜在里面就好了 然后外面这么大的空间 这里的通货 这将在现在的中文 在黏小时或熟前 以正面下为处于 或者明年期间 或者明年期间 最终的 这个 如果 好,现在来我们的主卧看一下 非常美的主卧 大窗户是豪宅的必备 15尺挑高的主卧 然后再看它超级美的洗手间 有多大,真的比好多人家的卧室多大 马桶间 然后这边有一个女主人的超大的一个洗手台 然后这边男主人的 然后大林的特点是马桶间都有两个男女一个 鱼缸,然后再看男女一个个一个的更衣室 不仅这边有这么大 这边还有 而且它很有意思,它是跟另外一个连起来的 可是呢,你看它这儿 是这样子的 可以放个枪棍吧,我觉得 然后再看一下它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非常大的 但是它最大的还是要数鲤鱼编了 可以在林一间里开party吗 哇,太棒了 好,现在呢 我们就去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要从这个楼梯走上去看看楼上是什么样子的 每次看新开的样板间都有一种 就是哇塞的感觉 因为又觉得哇,原来现在的设计风格又变成这样子的了 好,我们现在上来了 我们上来之后呢,先上来之后往左手边走 这边有两个卧室 你看,这是一个卧室 然后这边一个卧室 我们先来这个卧室看一下 因为二楼一般就相对来说差不多了 你看这一个卧室 然后洗手间 然后衣帽间 卧室的衣帽间很大 这个房子整体特点就是衣帽间 好大哦 它是独立的一个洗手间 我们再去另外一个卧室 再到了另外一个卧室 卧室 好美哦 然后独立洗手间 然后呢 看它的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就在不在洗手间里面 在外面这个位置 监控器设备也放在这里了 好,我们再去隔壁 往这边走 我们先看到的就是卧室 又是一个独立的卧室 所有卧室的床都是queen的床 卧室非常大 弄queen的床也一点问题都没有 衣帽间 然后 淋浴间 那走出来就是刚才我们要进来的这个地方 再往前走 不出意外的就是million room 还有game room 看我视频看多了就知道 肯定是有这两种的对吧 million room 然后这边是game room 但是有一个小特点就是这个房子 依然是有阳台的 game room旁边就是阳台 然后这样出去 就可以看到一个阳台 好啦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房子啦 如果您对这样的一个八九十万美金区间的小豪宅感兴趣的话 欢迎加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GG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